竟然拿着拐杖抢银行 还成功逃脱潇洒自在 Buzz今天带来动画短片 老奶奶也会抢银行 在一间温馨的屋子里 坐着两个正在玩游戏的老奶奶 胖奶奶和瘦奶奶 他们无聊的玩起了瓶子游戏 别看他们七老八十的样子 其实身手十分敏捷 就算是吃面包也能玩出花来 此时门外门铃响起 胖奶奶沮丧的拿着一封通知回来了 因为资金不足 两人参加博物馆的行程被取消了 这可是期待了好久的机会 可不能白白错失了 于是他们决定搞个蛋的 那就是抢银行 他们立马摘掉假牙换上装备 喷上香水 在银行门口来了一个华丽的出场 胆身子骨稍稍有些吃不消 整顿完毕的他们摆了一个帅气的姿势 但工作人员看到两个雷弱的老奶奶 也没有在意 果然两节解题就差点要了奶奶们的老命 不过他们还是气势汹汹 威胁之后拿出了秘密武器 一把私人定制的打蛋器 只见打蛋器轻松将工作人员砸衣 接着他们拿着拐杖和马桶筛子 轻松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钱柜 甚至使用了鞭炮炸开 此时帮钱帮累了的胖奶奶 拿出了三明治 一口下去 草莓酱直接崩下了工作人员 醒来的她还以为自己流血了 意外地触发了警告 此时警铃声大作 两个奶奶按照原先的计划 开车准备逃走 当警卫赶来看到两个老奶奶时 根本没有怀疑她们就是强盗 这任谁也想不到呀 不过奶奶们没忍住 在路上飙起了车 还撒起了钱 连经前没听说 警卫不断放滚 借过在马路上 当女男朋友看一手撑紧 歪歪扭扭地开车离开现场 不过她们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 但即使是这样 她们还是有着向往自由的心 还是想着博物馆的展览 竟然坐我们的墙壁逃了出去 这到底是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呢 包子更相信是坏人变老了 看他们危险人和抢钱的架势 就知道年轻时也不是个善差 抢公交时是零待遇 抢起银行来就变成邦氏欲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